请观赏复陪梅时间 九层塔一块来炒的 那么味道非常的香 所以名称叫做香串小塔 那么怎么样来穿羊菇 就是一个秘诀了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它来示范 我能就是用他所用的 师父所用的主料来给您介绍的 也是属于菇类的 叫做蚝油爬双菇 这个也是很家常的一道菜 而且做法装到盘子里的时候 很好看 待会儿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 广告之后就要开始了 李师傅你好 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好 那么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 用羊菇来做的这道菜 刚才我说是香串小塔 可是有的树餐馆里 叫做是香塔小串 都是一样的菜 它这个是很简单 就是用的材料里面有九层塔 然后羊菇是成了串的 插成一串一串的 所以就叫做香串小塔 也有人香塔小串 好 那么不管怎么叫 我们就开始做这道菜吧 这个羊菇是要挑很大的吗 对 大致上都挑中型的 中型的 中型的 是 那么 今天也是先烫过水或 这些羊菇都已经烫过水了 烫多久 水滚了三分钟 三分钟 三分钟 好的 今天这个李师傅买来的这个羊菇相当大 至今差不多有三公分半的样子 我想这个去买的时候挑选一下 因为大小要一样 这样子在煮的时间 能够很均匀的变熟 所以这个大小还是 好 您再切 好的 这个烫过了以后呢 就用冷水泡过 那么拿来 把这个菇的底巴拿掉一半 然后呢就在这个菇的这个里面 不是表面 是里面 切这个交叉的刀口 这个交叉的刀口就是一横一直 每一刀的间隔只有0.3公分 这个 用这个剁刀法来切 刀尖照着这个菜板 这样子切 好 切好了之后呢 这个等一下就要穿了 这个穿的是用牙签来穿 这个牙签是我想一头肩 或者两头肩的牙签都无所谓 好 这个没有什么一定的地方进去 一定的地方出来吧 你翻过一个面看看那边 好 穿进去再翻过来 这个中间的这个间隔 牙签露在这个表面的地方 只有1公分 而且是正好在这个菇面的中间 中间这个地方 好 那么从哪个方向下去都没有关系 这个穿的目的是什么 就能够让它过油或 然后能够承洗 炸了以后呢 它就是一个开花的形状了 好 每一个都给它这样子穿过 这个很简单 我想每个人都会 都是这样子穿过了 好的 看起来平平的了 就是说这个菇面 像个碟子一样的都平的了 好 那么一盘要用多少个 有一定吗 看盘子大小 盘子大小 盘子大小 大小而定 好 我们今天的盘子呢 是一个长盘 炒这么一份 好 这个油要很热吗 不用 差不多六分热就可以了 六分热就可以了 那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这个油已经有六分热了 把这个用牙签穿过的这个洋菇呢 就倒在六分热的锅里头呢 来炸 要炸的这个水分都出来 然后炸的有一点点干干黄黄的感觉 是不是 这个炸的时间在大概两分钟左右 两分 两分钟 因为刚烫过水的这个洋菇呢 水分很多啊 所以在烫好了之后 在穿之前呢 最好把水分给它吸 用纸啊 给它用布 把它擦干一下 擦干一下呢 再来这个炸就比较快 就炸才能切成这样 这个炸的 炸好了的时候呢 裂开来啊 像一个摇花那种感觉 很漂亮 那种也是像生开的菊花 很好看 这个刀口呢 要切得深 但是不要切断 要来回交叉的切 这样子够一盘吗 好 把油倒出来了 那么牙签要不要拔掉呢 牙签不用拔 不用拔掉 就是这样子 让它在里面没关系 吃的时候 好 现在开始切一点配料 用辣椒 这个里面呢 放一点红辣椒 红辣椒 红辣椒 因为是吃素啦 所以这个其他的什么葱不能用 好 另外这是九层塔是不是 对 九层塔要用多少 这么多啊 一半就可以 九层塔 这个 好 当然这也是看个人喜欢 这个味道希望重一点的 那就多放一点 也没有关系 它有季节有价钱都不同 好的 那么用少许的油 把这个辣椒煸炒一下 然后就可以加到一把 放下去 好 现在开始调味 这个又是用这个树的沙茶酱 树的沙茶酱 这是糖 盐 这个李师傅做菜很细心 每样东西做一点一点的 慢慢的往里边浇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再用 再放这个九层塔 加上少许的水 水那不用太多啊 就是少加一点 让这个味道凍一下 这道菜算是台湾菜是吗 台湾的蔬菜 就是调了水的太白粉 最后呢稍微给它一点太白粉 打一个芡 是 打一个芡 意思是让它吃的时候比较滑嫩的感觉 好 这道是很特别啊 因为那个牙签呢就在上面 那么吃的时候呢不单是用筷子 我想就用手拿着牙签就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怎么吃呢 这个直接就可以 可以拿牙签就可以 这样 这段是蛮别致的 除了羊菇以外 其他羊菇可以这样子炒之外呢 你们素菜里头 这个羊菇还拿来做什么用 还有另外一种是用油炸 用油炸 油炸炸成那个芬菜的那些红味 芬菜的风味 那个要裹糊吗 要用面粉糊或者是什么来炸吗 是用很多的油给它炸出来的 对 好 这道菜很香 台湾的这个羊菇呢 非常的便宜 一年四季都有 那么羊菇呢 另外它的学名叫做白菌 那么它是含有很多的这个 Vitamin B1 B2的 蛋白质也很多的 所以我们应该经常的多吃这个羊菇 那么选择的时候呢 这个羊菇 你说白的好吗 还是要自然一点的 自然的 有那种很白很白的 看起来就好像是很假 像漂白过的 对 漂白 那么摸上去呢 这个菇面比较硬硬的 比较坚实一点的才好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有各种各样的菌类 这个菇类 但是栽配的最多的 听说就是这个羊菇 而且除了这种新鲜的 这种各种日常当作蔬菜来吃之外呢 很多国家都把它当作做成这个罐头啊 装在这个瓶子里头啊 拿来这个行销的 这个羊菇我本人是很喜欢滑滑的脆脆的 而且我想炸过的应该是很香啊 这种这个用牙签这个别的原因呢 您告诉我一下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不变形 对 让它能够油炸 拉油过后能够稍微成形 再下去过炒 它不会收缩 不会收缩 如果我们没有用个牙签把它别住的话 那么一锅油一炸 它就会变成 对 稍微收缩 会变成收缩了 变成这个形状就不好看了 好 非常谢谢你 李师傅 这个宜莲给我们介绍了两道这个蔬菜 现在夏天到了 我想这种蔬菜一定很多观众希望在家里头能够吃到的 谢谢您 谢谢 那么等一下呢 我要给各位介绍这个蠔油爬双菇的做法 各位观众 我要给您示范的这个蠔油爬双菇 这个双菇呢 今天用的是羊菇和金菇 那么这个金菇呢 大家也都在菜场里常常看到 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里都在吃 尤其是火锅里头好像必须要放的 那么金菇呢 另外一个名字叫它是白菇 它是全部都是属于人工栽培的 并不是野生 也不是这个天然长出来的 那么这个我们买的时候 超级市场里虽然是盖着这个 在盒子里头用这个保鲜膜盖起来 你不太容易摸得到 最好呢是去摸一下 让它呢干干爽爽的 不是粘粘的湿湿的 一挤呢会有水出来的 那都不新鲜了 那么从外观上看 要这个挺直挺直的 就是说不是软的 还是相当硬的这种 这个金菇呢 才算是新鲜的金菇 那么这个金菇本身呢 虽然它没有什么香气 但是呢它的口感 它的这个触觉很好 吃到嘴里呢 这个滑滑的 而且呢嚼一嚼呢是脆脆的 所以很多人喜欢 那么我们台湾现在这个一年实际都有 价钱呢也相当的便宜 今天呢就用这个和这个 刚才吕师傅用过的羊菇 来给您用蚝油来爬 那么这个金菇呢买回来之后 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根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那个底呀给它切掉 切掉一些 切掉一些 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底部呢 有很多地方呢是连在一块的 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呢 去采是一树一树一树的 这样子拔起来的 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根部呢 是这样子像这个样子呢 连在一块 我们呢就给它剥开来 或者是用刀子把它拍一拍 把它底下呢让它松一松 这样子拿来用 那么今天这个来爬的 为了让它出来的时候形状好看 我们就把它这个鱼鲜呢 下锅之前呢就给它安排在一个圆的碟子里 成为一个这个方线形的这个状态 就是像头上的外面 根呢都在中间 买两把或者是两核啊 当然要看里面装的这个量了 那么就这样子一开始呢 一开始就给它排好 那么等一下下锅呢 就就是这个形状这样子来烧了 那么双菇 另外呢就是讲这个羊菇啊 今天另外的一种菇呢是羊菇 这个羊菇呢 用罐头的或者是用新鲜的都可以 那么羊菇呢这个买的时候就要挑选这个大小要一样 那么等一下出来的时候呢就比较好看 好了就这样子在一个圆盘子里 也把这个菇呢都给它安排好 那么今天呢我这个买来的羊菇呢是罐头的 那么罐头的羊菇啊 有的时候这个底巴很大 我们都给它多切掉一点 让它平平的 平平的都这样子给它切掉 切掉以后呢就给它排在这个 金箍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 这样子给它排好 好 如果是湿在太大呢就要对破了 通常呢买个中型的 三公分以内的 两公分多一点的那种的是最好 但是呢这个台湾的这个罐头 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大小常常跟外边标示的不一样 写的是L但是里面的很小的时候也有 写的是S但是呢打开来就是好大个的时候也有啊 所以呢我们就打开来看吧 这个选比较 就这样子把两种菇呢给它放在一个盘子里头啊 这样子一个成型将来在锅里烧好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形状出来的 那么烧之前呢要起一个油锅 所谓的扒扒呢就是烧得很烂的东西 勾的芡跟材料糊在一块的菜 通常呢北方馆这里常常做都是叫做扒啊 那么呃现在锅里头呢要放少许的油 嗯要放一汤匙半的油就够了 那么这里呢有一只葱啊 把这个葱呢在锅里头呢多给它呃煎一下 靠这个葱的香气呃当然我这个不是真正吃素的人的呃呃吃法啊 一起来烧啊那就会呃整个的呃烧出来更有鲜味 好这个葱呢有一个煎的煎过了以后呢就给它 嗯淋上一点酒 虽然是这个不是荤的菜啊但是也放一点酒 这里呢给它高汤一杯半的汤 好了现在就是给它呃烧开 那么然后呢加调味料 这个调味料呢包括了有这个蚝油啊 蚝油一汤匙多一点的蚝油 还有呢就是酱油 好这里呢是少许的糖 胡椒粉 好了 把这个汁先给它做好 然后呢就来下锅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葱姜呃葱段给它加出来了 因为它的这个工作已经完了啊 它的香气已经在油里头了 烧好的菜呢整个的都会很香了 好那么这样子呢你就把这个摆好的这个呢 轻轻的给它下锅 就这样子推到锅里面去 好 好这样子来烧啊烧得透一点 那么你也可以尝一尝够不够咸 不够咸的话可以再补上一点盐 或者补上一点姜油的都可以 这个菇呢金菇很容易熟 而且呢很容易缩 所以看起来呢在盘子里排下来那么多 但是呢熟了的时候呢它会这个变得比较少 感觉上就比较少 因为它熟了以后它没有那么停停的没有那么硬生 硬生的所以就比较软了 软了以后呢你的感觉上呢整个的菜的量好像都已经变少了啊 所以最少要这个两盒或者是两把来烧才够 好就这样子烧 金菇呢很容易熟 但是呢这个羊菇呢不容易熟 羊菇今天我用的是罐头的 但是它是凉的 所以呢要在这里呢先给它多烧一下 那么你也可以先用开水把它烫过 然后呢再拿来烧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准备一点这个调水的太白粉 为了让这个形状呢不要给它这个搞散掉 所以这个勾芡的时候呢只能够腰锅子 而不能拿铲子去翻这个菜啊 这一点呢跟做这个江泽菜的什么红烧虾巴啦 红烧这个滑水是一样的道理 要它的形状不要乱 好那么现在呢就要给它淋 这淋的时候呢从这个锅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这样子淋下去 然后呢就用小火啊看一看它的这个粘度够不够 这样子来给它打圈圈的这样子转 好 上面如果有这个泡沫出来 这个沫子要撇掉 好了也不能够太太干啊 只要是有一点滑滑的感觉就好了 这个菜 好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最后呢要记得给它淋少许的油 让它有一点亮光 起锅的时候刚才的油并不多 但是呢最后完成的时候呢 这个油呢就要淋得多一点了 那么往外倒的时候呢手脚要快 手脚要快 一下子给它滑出来才好 好 那么现在呢这道蚝油爬双菇呢 就好了 因为这个烧了以后呢 它这个金箍缩 缩了而且会出水 所以呢你感觉上呢 是汤还是蛮多的 实际上开始放的时候呢 就不要放得太多啊 那么这种金箍呢 除了我们这样子可以拿来扒之外 多半都是拿来这个放在火锅里头 喝的是拿来这个炒着吃 那么也有的就是用这个金箍的这个切短了 拿来当鱼刺 也就是说可以当这个树的鱼刺来灰 灰这个羹 金箍灰出来的羹也可以像这个北方的酸辣汤一样的做个酸辣的口味也是很好吃 最后也是像酸辣汤一样淋一个蛋下去 这个酸辣的这个金箍羹我也吃过 我觉得它实在是滑滑的 而且呢很脆 是小孩子也非常的喜欢 那么通常这个金箍呢 它只是能够当作我们一个烹调里面的一个这个配料来用 那么今天这个蚝油爬双菇 不一定用金箍跟羊箍 也可以用草菇和羊箍 或者是草菇和鲍鱼菇 还可以用这个上个礼拜 吕师傅用过的这个用过的这个罐头的珍珠菇 只要是两种菇放在一个盘子里头烧出来的 我们都叫它是双菇 那么如果是颜色不一样 几年以前呢我给各位示范过这个金银菇 也就是羊菇呢用这个奶油的风味是白颜色的 而这个香菇呢是用酱油的 一个白一个黑 我们叫它是这个金银菇 爬金银菇 那么这个菇的这个种类呢 现在在台湾非常的多 再加上这个罐头的 真的是有七八种之多了 那么我听这个中医说 多吃菇类是对这个胆固醇 高胆固醇 高脂肪都很有关系 尤其是动脉硬化也有效果的 能够防这一类的这个病害 所以希望能够有机会呢 在日常的生活里头呢 把这个菇类多拿来 再加上菜里头来吃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介绍的 这两道这个树菜 还有上个礼拜的 一道这个李师傅的这个羹 都是很这个莲花 莲花鱼中翅 我记得是 非常讲究的一道这个树的菜 大家不单是可以看它的这个做法 而且呢也可以自己在家里试试做 好了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那么下个礼拜再见